中国京剧向音像集粹工程 是继京剧音配像工程之后 创意策划并组织实施的又一项文化工程 央视戏剧频道中国京剧向音像集粹栏目 将于8月31日晚19点30分 播出由京剧名家侯丹梅领衔主演的传统京剧《铁公园》 侯丹梅宗官派是京剧官派的优秀传言之一 供舞淡清衣 她扮相俊美 武功扎实 嗓音宽厚清亮 表演细腻传神 颇具官宿霜的风韵 《铁公园》是京剧传统剧目 又名英杰烈 豪杰居 豪杰殿 描写的是明代少女陈秀英与母亲开设茶馆 后与邝中 英功结缘 两人定下婚姻 总兵石居龙的儿子石伦嫉妒 陷害邝中 陈秀英与扮南庄 最后与邝中阵前重逢 方德团圆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目 8月31日晚19点30分 央视戏剧频道 中国京剧《向一向集脆》栏目 将播出传统京剧《铁公园》 敬请关注 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主办 中国戏剧学院承办的第六届 艺术院校京剧专业中青年教师 高级进修班 继第五届艺术院校京剧专业 中青年教师教学交流展示开班仪式 近日在中国戏剧学院举行 在接下来的11天里 来自全国13所院校 两个边缘地区京剧院团的 共计120多名学员 将向各位导师们学医问道 艺术院校京剧专业中青年教师培养 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 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 连续五年举办京剧专业中青年教师高级进修班 先后由几十位老艺术家 向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的京剧专业数百名学员 传授京剧传统剧目和现代戏剧目 取得了显著成绩和广泛影响 近日由文化部艺术司 北京市文化局共同主办的2017年 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在京举办 届时21部参演作品将于9月1日至30日 在国家画剧院小剧场 国画先锋剧场 北京人艺实验剧场 北京酒剧场 繁星戏剧村等剧场陆续上演 这些作品中 小剧场话剧有12部 戏曲有9部 他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反映了近些年来 小剧场戏剧创作发展的整体水平 展现了小剧场戏剧工作者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不懈追求 呈现出小剧场戏剧蓬勃发展的态势 这些作品或关注现实和当下生活 或运用多种形式的融合 让历史与经典文本焕发生机 在此次参演的小剧场戏曲中 亮点颇多 京剧西娇 让沉寂数年的小剧场京剧 重归大众事业 实验京剧福士德 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 融入了现代电子音乐 京剧谁贡白头银 不以现代视角对爱情婚姻名利 进行了反思 昆举妄想 整理改编自传统男戏 牧羊记 以全新的舞台设计 再次演绎苏武牧羊 那段传奇的历史公案 实验昆举 椅子 在保留原著的基础上 进行了中国化 与昆举化的全新创作 实验戏曲三生 由一群热爱戏曲的 90后艺术青年创作而成 融合了画剧 清洗剧 荒干剧的成分 彰显当代戏曲艺术的时尚魅力 本次展演还将召开 小剧场戏剧创作发展研讨会 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 多方位多角度地 促进小剧场戏剧的全面发展 近日首届中国戏剧电影 表彰盛典 在浙江象山隆重举行 首届中国戏剧电影展 表彰盛典 现在隆重举行 学着电影科技的发展 戏剧电影 也在不断地进步 这些优秀的作品 凝聚了我们戏剧电影人 对戏剧艺术的坚持和追求 代表了今天 中国戏剧电影发展的最高属性 益中原 山村母亲 团奇状元轮文旭 唐丸与路由 穆桂英挂帅 赵氏孤儿 珍珠塔 大年三十 赵锦棠 乾坤福寿靖等十部作品 从三十七部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 摘得优秀戏剧电影奖 其中 乐剧电影《唐满雨路由》 戏剧电影《珍珠塔》 还同时获得了优秀改编戏剧电影奖 这三十七部影片是从2015年到2017年的 我们给了一个时间段的控制 所以这两年的戏曲电影 在我们国家的拍摄 应该说是相当的 数量相当的多 此次表彰盛典是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活动的一部分 此外 在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戏曲电影高峰论坛 和戏曲电影交流与合作论坛 共同促进戏曲艺术的传承 和电影艺术的发展 为戏曲电影艺术的繁荣 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平台 日前 话剧《秋水山庄》走进首都北京 在天桥剧场进行了两场演出 首都观众欣赏到了 来自浙江话剧团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 我的魂都回起来 是不是不应该谈谈谈性的剧 你的话题是她的 分明是在此说什么 为戏面话剧 诞成110周年 我们应邀到北京天桥剧院 来演出一部反映民国时期的作品 《秋水山庄》 我们这部戏就是通过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从他们两个男女的战争 夫妻的战争的角度切入 最后写了一代报业剧组 她的国格 人格和报格 话剧《秋水山庄》讲述的是民国时期 上海滩上的报业巨子史亮才与她的夫人沈秋水的传奇故事 两个人走到一起成就了收购后申报的如日中天 他们的结合被誉为凤凰鱼飞 连枝并投 西湖边上《秋水山庄》的建成更被称为爱情小柱第九天长 然而 郁达夫 王颖霞 徐志摩 陆小曼等好友 作为第一批客人的到来 却掀起了一场意外的风浪 背后的真相被层层追问 触目惊心 且看抑郁的沈秋水 死亡阴影下的史亮才如何解开当前危局 我们希望这部戏呢 这样的一种我们的人文的视角和人文的关怀 能够抚摸和触及到今天的观众 能够穿越时空跟今天的观众对话 当晚的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话剧协会主席令永军和德高望重的戏剧教育家徐晓忠教授 也到现场观看了演出 这场演出也是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系列演出的一部分 位列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首的《斗鹅渊》 又名《六月雪》 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清享誉世界的代表作 在该剧中 他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演绎了《弱女斗鹅》的《悲惨绅士》和《蒙兽》的《血海其冤》 是思想性 艺术性 人民性完美结合的传世之作 也是秦枪 平剧 河北邦子等各大剧种 久眼不衰的保留剧目 1997年 由景雪辩 郭泽民 王毅华三大梅花奖演员 以及众多蒲剧 晋剧名家联手 由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任艺术指导 重拍蒲剧艺术片《斗鹅渊》 以全新的艺术呈现展示了新时期戏剧电影拍摄艺术品位的提升 引起轰动 荣获山西省精神为民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优优独播剧场——《斗鹅渊》 优优独播剧场——《斗鹅渊》 《斗鹅渊》 在《斗鹅渊》剧种体系中 湖州邦子是邦子系中诞生最早的一种 它与陕西邦子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 是考察中国地方戏曲传承演变轨迹的活资料 对于山西地方文化研究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福剧唱腔高昂 朴实奔放 常于表现慷慨激情 悲壮七楚的英雄史剧 又善于刻画书情剧的人物性格和情绪 《斗鹅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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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斗鹅渊》 剧承演出名当前的《斗鹅渊》 《斗鹅渊》 被戏剧大师吴组光 郭汉成等 誉为戏鹅很宽的全才演员 影片中 《斗鹅渊》 以声情定貌優美舒展的唱腔 《斗鹅渊》 以及舞蹈與表演程式的結合 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鮮活生動 感天動地的烈影形象 實現了表演藝術新的跨越 合脾柱 合脾柱 願情 有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